这就是发布我的手机 东坡书院位于海南岛西北的丹州 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它既有着优美的自然风光 又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 当然提起丹州不得不提起一个人 那就是北宋的大文豪苏氏 丹州正是苏氏的最后一个折居之地 今天的丹州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东坡印记 东坡书院便是其中之一 走进东坡书院 古朴的建筑 雅致的环境 散发着文化的气息 当然还有那穿越千年的东坡秦 走过小桥便是载酒亭 鱼鸟亲人四字就在载酒亭的横扁上 随遇而安 亲近自然 更能体现出东坡的豁达 载酒堂一个新的开始 千年以前的海南并不像今天这般美好 而是一个出了名的贬折之地 绍盛四年 也就是1097年 年以六十二的苏氏被叶孤州送到了脚边荒凉之地 海南岛丹州 据说在宋朝 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最轻易等的处罚 被贬到海南意味着背井离乡 远离故土 承受着流放的趋有与跋涉的艰辛 可这一切被苏氏的淡然一笑化解了 岭南如此 海南亦如此 对于东坡来讲 心安处便是故乡 在那个年代 多少人面对流放痛苦不堪 怨念百生 可是苏东坡却怀着乐观的心态 千里迢迢来到了丹州 并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出来时 丹州并没有宰酒堂 东坡只是住在当地的官社 可是即使已经被贬 他的政敌却依旧没有放过他 他们不断施压 逼迫 不久之后 苏东坡就被赶了出来 也正是这场逼迫才有了宰酒堂 才有了今天的东坡书院 在被赶出官社之后 苏东坡曾在光狼林中盖了几间房子居住 后来在丹州州府和当地人家的共同努力之下 新的房屋建成了 新的房屋既可以用来解决东坡的住处 又可以文汇有 宰酒问字 不免宰酒堂 书院东园有一口叫青帅泉的井 井水被誉为东坡文化圣水 之所以称之为青帅泉 据说是德民于苏东坡曾任兵部尚书 这水不凉的 这水不凉吗 对 真的不凉的 对 在哪里看 热水啊 暖的 不是热水 要装点不去 曾经苏氏的政敌以为将苏氏贬至偏僻的海南 便是东坡噩梦的开始 可是时间证明他们都错了 丹州与宰酒堂确实是东坡人生新的开始 但却不是噩梦 恰恰相反宰酒堂不仅不是苏氏的沉沦之地 而是它淡然精神和宽广胸怀的见证 艰苦的条件简陋的住所 不佳的饮食都不能阻止东坡对生活的追求 相反在这里它依旧完成了许多佳作 而且同时还开始讲学 为许许多多渴望文化的当地人民带来了笔墨书香 东坡书院不仅仅是东坡在丹州的家 更是人们心中的文化殿堂 我本丹尔氏寄生西蜀州 元福三年也就是公元1100年的大事 让本以为要在海南忠老的苏氏 踏上了北归之路 离别时他写下了 《我本丹尔氏寄生西蜀州》的佳作 在丹州东坡书院的三年 不仅让苏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也让苏氏对海南和当地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纵然物质条件恶劣 可朴实的民风热情的人们 和对文化的渴求 却深深的打动了苏氏 而苏氏也用自己的行动 得到了人们的尊敬与崇拜 三年期间他为地处边地的海南传播了中原文化 改善了当地的许多状况 人们一直把苏氏看作是丹州文化的开拓者 播种者 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 在丹州不仅有东坡书院 还有东坡村 东坡井 东坡田 东坡路 东坡桥 甚至还有东坡茂 连语言都有一种叫东坡话 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 看着东坡书院里东坡讲学的彩雕 我们仿佛看到了千年以前 东坡与当地人谈笑风生的身影 三年光阴 东坡书院成全了东坡的文化追求 而东坡却用文化成全了丹州